大家好,繼續講2012年PayPal1B的第五題 射箭可能很多人都玩過 原來射箭都牽涉到很多Force and Motion 拉弓那一刻,其實只有一條橡筋 拉弓那一刻牽涉到 因為它將一條橡筋好像分開兩邊 所以這支箭其實是在受兩個Tension的力量 所以就不是一個Tension的力量,是兩個Tension的力量 我們首先要看看一件事 第一條就問你 如果那支箭受的力量是60N 可以嗎? 這支箭受的力量是60N 好了,接著就問,究竟這條繩的Tension是多少呢? 剛才我講過了 這支箭是60N,但它是受兩個Tension的力量 知道嗎? 所以我們去計算的時候 就是 要將Tension 拆開做 和這支箭的方向 是parallel的component 明白嗎? 所以我們就要拆Tension的cos75度 因為我們當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就Tensioncos75度 而且有兩邊 所以就Tensioncos75度乘2 就等於60N 明白嗎? 所以最後我們計算出來的Tension就是116N 是在說什麼呢? 是在說這條繩的Tension是16N 但是你留意就是 因為它分開了兩邊 所以其實呢 這個是116N 這邊呢,都是116N 那都是11N 所以這件事你一定要留意 我們就看下面 他就問究竟 拉行了之後呢 究竟EnergyStore in String是多少 他說45mps 你首先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就是Energy是conserved 他又假設沒有Energy loss 所以呢 其實我們假設了一件事就是 他那支箭的Initial Ke 是來自哪裏呢? 來自那條彈弓的 明白嗎? 所以呢 其實他的Initial Ke 就是等於 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Stored在String那裏 這樣 所以呢 你把所有數字都放進去 就是203J 這樣 明白嗎? 好 那跟著呢 我們就去後面的版了 嗯,後面的版呢 就牽涉到一些projectile motion 這樣 這樣 都是一個 DSE的題目 一些特色來的 條題目長 真的很煩 條題目這麼長 他這樣說的 他說呢 有塊椰子 25米高 這樣 這個獵人 就是60米 OK 距離棵樹60米 這樣呢 跟著就說 他的Speed 就是45m per second 射上去的 這樣 20度 和Horizontal 好了,那跟著 The moment the hunter release the arrow 這樣呢 就放箭那一刻呢 就放箭那一刻呢 就放箭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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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好,跟著呢 他就問一個問題 Find the time taken from the arrow to hit the coconut 其實呢 你們都看到 整個過程裏面 那支箭呢 就拋物線 這樣去 那方向是這樣的 明白嗎? 那椰子呢 就這樣跌下來 那最後呢 那支箭呢 就和椰子呢 就會相遇的 OK 好了,那所以呢 我們就計一計了 那個時間是多少呢? 當支箭去到 coconut 我覺得這樣 我們要把這個題目呢 雖然是拍物線 但你可以把它拆成一個 horizontal 和vertical 去看的 好了,horizontal的speed 是多少呢? 好了,那你就計了 45m per second 乘回cos 20度 因爲呢 因爲這個呢 其實是它的speed的horizontal component 所以呢 就 UX和VX 都是45度 30度 好了,還有一件事 就是 因爲horizontal 是沒有加速的 所以 horizontal的 initial speed 和final speed 是一樣的 所以都是42.3m per second 好了 然後呢 它一路走的時候 一路走的時候 它走了60米了 那它究竟用的時間是多少呢? 那就是用回 horizontal distance 除回horizontal speed 就是1.42s 這樣 大家一定要記住一件事 是在projectile motion裏面 那個horizontal的speed 是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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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知道嗎? 那所以呢 就不要用其他那些什麼V 例如Yoga AT 那些就不要用了 清楚了 好,那跟著呢 就第二部分了 第二部分呢 就問你了 直到呢 直到呢 當支箭射中了一個coconut的時候呢 那究竟這個coconut 和地面距離多遠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上一部分 計到的時間呢 是可以用回到vertical那裡的 行不行? 所以呢 其實呢 這個time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去把horizontal和vertical的情況 去連結在一起 連結在一起 知道嗎? 所以這個time 就可以用回到vertical那裡了 那 我們假設呢 這個coconut呢 就跌了 跌了多少呢? 跌了S那麽多 跌了S那麽多 明白嗎? 所以呢 S等於UT加2.80s2 那0是什麽意思呢? 因爲 coconut本身在棵樹上面是不動的 它release from rest 所以呢 U就會是0了 明白? OK? 好了,跟著呢 就2分1 跟著就9.81 即是G 就成了它跌了多少秒之後 就和戰相跌1.42秒 那所以呢 最后呢 coconut呢 就跌了9.81m 那所以呢 最后呢 coconut呢 就跌了 9.89 不是9.81 9.89m OK? 好了 那跟著呢 就跌了這麽多 那大問題就是 它問你 距離地面有多遠 是吧? 所以呢 就把25-9.89 25-9.89 就是15.1m 這樣 OK? 那行 所以呢 這條都幾分 兩分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比較緊一點 因為 它又要你計 有step 又要計答案 然後 最後要給回回回回地面上去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應該有三分 不過不知為何它給兩分 OK? 那大家看看有沒有問題 這一條